6月19日下午,全国人大代表江西海外联谊会副理事长邝美云来到江西南昌大学出席邝美云助学金颁发一事 据了解,邝美云助学金是由邝美云于2003年在南昌大学出资设立 迄今已连续发放了17年,累计出资200多万元人民币,资助学生2000余人 邝美云1962年出生于中国香港,1982年还不到20岁的她参选香港小姐竞选,获得亚军 然而在娱乐圈活跃了15年之后,她于1997年宣布退出歌坛,并于4年转入商界 2003年,在一位江西朋友的牵线搭桥下,邝美云开始积极在内地援建学校,资助贫困学子 在接受采访时,邝美云谈了积极投身内地教育事业的初衷与感悟 那她就跟我讲说,在永修的邻居上下,有一个学校需要援助 那就问我能不能帮助小孩读书,我说好啊 那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开始在我们内地援建学校,还有做一些助学的工作 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很开心,很有使命感 我希望我在我这一辈子都能够继续我这个工作 仪式结束后,邝美云在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觊觎广大青年 要做好自己本分,记住自己是中国人,要做对国家有利的事 青年人,你可能有不同的想法,可是一定要有一个宗旨 就是自助我们是中国人,一定要有智慧,要分辨 一定要做对我们国家有利的事情 感谢观看